中东启示录 16-17世纪 欧洲国家开始向东方扩张 他们把东方按照距离欧洲的远近 划分为近东、中东和远东 近东是离西欧较近的巴尔干国家 和亚洲的地中海沿岸国家 中东是从地中海东部到波斯湾的大片地区 远东是离西欧最远的亚洲东部地区 中东地区跨越亚非欧三大洲 沟通了大西洋和印度洋 战略位置非常重要 到了近代 丰富的石油资源和稀有的水资源 加剧了中东内部的资源争夺 再加上复杂的宗教民族矛盾 和外来势力的山峰点火 中东成为了一座随时可能爆发的活火山 公元前21世纪远在东方的中原地区 诞生了一位足以影响中华文化的人物 大宇 他治理洪水划分九州 而同一时期的中东 也诞生了一位影响后世三大宗教的人物 亚伯拉罕 亚伯拉罕家族最早居住在乌尔 也就是现在的伊拉克南部 后来迁移到迦南 也就是现在的巴勒斯坦地区 作为族长的亚伯拉罕 绝对是衣食无忧的富二代 但让亚伯拉罕郁闷的是 一直没有儿子 按照当时的风俗 如果没有子嗣 财产会被管家继承 眼看家产不保 他的妻子莎拉 很不情愿的把自己的使女下嫁 让给亚伯拉罕做小妾 不过还有一种说法 是亚伯拉罕在远游时 遇到了埃及姑娘夏甲 将她纳做了平旗 不管怎样 结果都是小三上位 夏甲也挺争气 很快为亚伯拉罕生下了儿子 取名以什玛利 母凭子贵 夏甲开始嘚瑟了 不断上演小三斗原配的宫斗剧 不过宫斗戏很快发生了反转 原配沙拉奇迹般的高龄产子 生下了以萨 这样继承权的争斗进入了白热化 最终原配打败了小三 亚伯拉罕将夏甲和夏甲所生的儿子 以什玛利赶到了卖家 以什玛利在艰苦的环境下生存下来 建立了一个新的民族 阿拉伯民族 伊斯兰的先知 默罕默德也被认为是以什玛利的后裔 小三和数子以什玛利出走后 笛子以萨继承了亚伯拉罕的衣钵 以萨有一对双胞胎儿子 长子以龟 次子雅各 虽然以萨偏爱长子以龟 但狡猾的雅各用卑鄙的手段 骗到了继承权 以龟离开迦南后 雅各带领他的族人 完衍生息 成为了后来的犹太民族 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创立者 都是雅各的后裔 所以中东的历史起源 可以归纳为一个祖先 两个民族 三个宗教 一个祖先就是亚伯拉罕 亚伯拉罕出走的长子 是阿拉伯人的祖先 笛子是犹太人的祖先 换句话说 阿拉伯人和犹太人 应该是同父异母的兄弟 可如今 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仇身四海 相互伤害 这个历史悲剧 大概从原配赶走小三的那一天起 就注定了 三个宗教指的是 阿拉伯人创立了伊斯兰教 犹太人创立了犹太教和基督教 按时间顺序 先有犹太教 再有基督教 然后伊斯兰教 基督教伊斯兰教都起源自犹太教 三教有很多相似的经文 都信仰同一个神 但对于神的权势 却有很大的不同 而这种不同 不断成为一些利益集团的工具 酝酿了千年来三大宗教之间 永无休止的相恨相杀